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小小卡玩家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嘛 為大家實戰 撒旦的前節 好 這隊的配置是血量比較高的一個配置 我們帶上了三張瘋王 所以想必他的空間也非常非常的巨大 沒錯 180空間 我這個等級是剛好可以篩得下這一隊的 好 那隊員的配置 我們帶上了九瘋王 他可以讓八星召喚送有三圍 1.3倍的加成 所以這一隊呢 呃 奧丁跟毒龍都吃得到這1.3倍的加成 除此之外 隊長在這次前節的時候 新增了暗屬性雙隊長1.69倍的生命力加成 所以這隊暗屬性也可以再額外吃到這 呃 生命力的加成 那我們就直接進場看看這一隊的生命力有多 浮誇吧 不過這一隊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玩得起來就是了 好 我們直接進場看看 哇 等等 有4萬3欸 好扯喔 這大概是 撒旦比較高 比較高血量的配置了 但不太確定是不是最高啦 可是這個血量真的很浮誇欸 那如果說現在 我覺得現在 一線隊 大概都要有3萬5以上的血量 然後4萬以上的話 就是偏好的一個情況了 那這隊的血量完全沒問題 哇 攻擊也完全沒問題欸 該做個圈體攻擊 直接把敵方帶走是怎樣 那我們只在 我們只能在第二關這邊稍微洗一下技能了 好 那我們這邊把暗屬留下來 那燒蛋套玩法 主要是把攻擊力集中在雙隊長身上 所以 好像是遇到 隊長技能 對長技能封鎖的這種 敵方技能 可能就比較頭痛一點了 好 這邊 哇 天降也是蠻浮誇的 好 這位天降到9combo 3組的回血珠子回到了4萬 可以看到殺人在回血部分 還是依然是比較吃虧的一個情況 好 這邊我們看可不可以再多洗一回合技能 好像應該是沒問題 哇 完全沒有天降到暗珠 巧妙的避開暗珠 怎麼回事 好 那我們這邊消了3組暗珠來看一下回血的部分 回血應該還是這隊最主要的痛病 喔 還有轉租時間啦 會只有5秒鐘 好 你可以看到玩 會這邊有機會會回不滿血量喔 所以回血還是殺人要注意的一個大重點 好 這邊我想要再來 呃 跟他磨一下 對磨一下 好 天降到8combo 沒有天降任何的暗珠 好 喔 還是可以洗一回合技能的 OK 那這邊我們來製造一下強化珠吧 稍微的製造一下強化珠就行了 好 唷 天降掉了 糟糕 好 喔 沒死 OK 這邊也稍微 喔 可以開個向日葵 好 讓表面好看一點 好 這邊把暗 暗強化珠留下來好了 好 我們這邊殺蛋跳起來了 非常棒 可以 我們這邊 殺蛋 在潛艇之後 它主要技能好用之處 它可以解 風化珠也可以解 冰凍珠 你看 這邊風化珠它直接炸掉了 有沒有 非常棒 不過你應該 如果有製造強化珠的話 這邊也會 直接被用掉 有點麻煩 這邊稍微的 製造一下強化珠 好 OK 喔喔喔 它把我強化珠添上掉了 好 這邊 再來 製造一盒盒好了 這個 好 只剩火珠了 火珠超不合群 沒有強化珠 好 這邊只能毒了 這邊我們直接開這個 喔唷 太好了 太好了 沒問題 我們來 直接看一下 欸 如果說開了 像是九棒這種技能 天獎應該也會增加吧 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隊的天獎會不會 很浮誇 好 全部排完了 這邊手銷到了 十四 十四COMBO 然後天獎 天獎 天獎到十六 欸 天獎好像 沒有很 很棒欸 算普通啦 單張千萬的傷害 好 這算是合格的一個水準了 好 這邊會中毒 蠻麻煩的 所以 我們直接砍它好了 直接砍它應該也有機會帶著走啦 畢竟 呃 攻擊力是集中在雙隊長身上 所以 封鎖隊員 對這隊來講是真的還好 沒有到影響很大 好 有沒有 它直接砍了 哇 有有有有有 有機會 有機會 不過 這邊就有點危險了 嘖 我們直接來 砍看看有沒有機會帶走它 如果帶不走的話 就是有點尷尬喔 五顆暗珠 天獎 再多一顆拜託 有 再多一組 再多一組 完美 十一COMBO 完全沒有問題 你可以看到即使封鎖隊員的情況下 還是能夠 打超過2500萬的血量喔 再兩回合 還是可以的 好 其實目前只要能夠平砍到1000萬啦 那個隊伍都 算是可以 還是算是實用的範圍 因為現在小貴大概 頂多就是2000萬吧 對啊 頂多就是2000萬 所以你能夠砍到千萬 基本上就已經很夠用了啦 好 這邊我們要首削 首削全岸盾 好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把暗珠全部削掉 大概沒有太大問題 然後這一次除了開放殺蛋的前解之外 也有開放昇華 所以也可以多轉一下直行 觸發昇華鍵 喔 你看那個 單張千萬的克屬傷害 好 這個平砍很可以 好 再來又是風化珠 7combo以上的風化珠盾 我們直接開殺蛋 把那個風化珠給炸掉 有沒有 超爽的 直接負面珠子完全沒問題 其實我覺得5秒轉珠 對我個人來講 不要太機車都夠用啊 平砍的時候還OK 那像如果你要解決比較 複雜盾牌的話 你可以開個九風王其實就OK 好 王關了 先攻 然後轉光珠給你 這時候暗珠很少 我們可以開巷子捆 然後甚至 我們可以再開奧丁 再轉暗珠出來 有沒有 很神 好 然後我們可以開奧丁 他主要技能 轉直行 好 就這樣囉 轉主要兩直行 可以 哇 天象 沒問題 這天象崩壞了 9COMBO 看一下傷害 哇 還是OK的欸 等一下上3000萬 喔 破1了 這個傷害直接破1 啊 等一下 這個暗珠 很壞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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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只能 1COMBO啦 好壞喔 好壞喔 他直接把我 好險我還不會 不會死掉欸 好險好險 好 我們稍微洗一下技能 這邊的優勢就是 血量真的多到一個爆炸 完全沒問題 欸 又回血了啦 怎麼會這樣 有沒有很神 好 我想要再洗一回合 把暗珠濾出來 哇 差不多啦 欸 啊 我們剛才奧電有增傷 啊 沒用到 可惜欸 那我再洗兩回合好了 你看這邊就可以這麼任性 有沒有 血量多的好處就在這邊 好 一萬多 哇 其實是可以回得回來的 我們再回一次 喔 煞 煞 煞 不對 那叫什麼 煞蛋啦 對 煞蛋的昇華鍵 有帶那個回復鍵欸 所以回血要用的話是可以 喔 有煞蛋印鏡了 有煞 煞蛋印記了 OK 減CD OK 好 那我們再來 直接開 開 然後 這個九風王開是用不到了 所以我們直接開這個 好 還是我們直接開九風王不開龍科啊 不要 我剛才對龍科的印象不太好 他不會天獎 好 呃 好 還是直接轉好了 然後開個龍科來看一下 最後的傷害 沒有天獎 我感覺這個天獎是看人啊 你不管開不開技能 沒有天獎就是不給天獎 真是慘 好 其實 其實現在的一線隊 你只要看 如果他常規的配置下 他能夠打出 十億的傷害 其實就算是很有水準的 對 好 那這隊三億 還算是可以 解決普諾關卡 OK 這次主要的 呃 用途是給大家看一下 撒蛋能夠煮出來的 極限血量 大概落在哪邊 對 四萬三我覺得可以 好 不到太突出 但是 解決普通關卡還是OK的 四萬三的血量 好 以上就給大家一個參考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 新的隊伍的實戰影片 別忘了按下 訂閱我的頻道 下集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訂閱我的鈴鐺 收藏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